众所周知 假面骑人虽说是守护世界的英雄 但正所谓红花配绿月 既然要守护世界 那就必须先要有毁灭世界的怪人存在 不过这里问题就来了 这负责衬托骑士光环的杂兵 为啥每次只要换个色换成衣服 实力就能变强呢 那么揭晓答案 因为皮肤能加十攻击力 因为现在的假面骑人都变成了骑士大战 怪人的存在感也就越来越小了 那么这种赚不到啥钱的 最好然皮套也就得不到啥重视 不过俗话说的好 作人不能忘本 虽然近几年怪人的数量越来越少 但总归还是有点呢 那么今天小城就来盘点一下 近几年每部骑士登场的怪人 话不多说咱们开盘 也即将破产的骑狐叔叔 小屋里目前为止 登场的怪人种类 不算上那两个c机城堡的话 共计四个 分别对应的是国际象棋上的兵 战车 骑士 主教 所以虽然这剧情才过半 但是后面的王和王后肯定会出来的 说不定破产的叔叔手上拿的就是未来的品种怪人 这里小城哪一口啊 面是大奖赛最后的boss 说不定就他俩 而根据小狐狸现在这情况来看嘛 八城后面除了这些国际象棋怪人外 就不会有新品种了 毕竟这三位榜一变身的cg都能被叫做假面骑士 但是后期小狐狸绝对会变成骑士大战 你想到这邪魔图的地位会越来越小 这里小城先为叔叔默哀一秒 二 守护怪人荣光 利维斯亦不容辞 作为令和四位拉打中唯一指定奋作 利维斯在皮套这块的经费可以说是非常多 在剧中只要你是个稍微露过脸呢 就能获得腰带 而在怪人这边嘛 数量也是原超令和其他四位 据小城不完全统计 利维斯全系列共计42个怪人皮套 不过别看这数字吓人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大半都是改色缝合 就比如说最基础的亡命图 第一集登场的猛马和后面的大象装了 而网剧神秘中出现的红猩猩马 也是上半身缝合了一灰青霉的怪人皮套 下半身缝合了猎豹的 不仅如此 就连阶段二的怪人和阶段三的皮套长得一样 但也仍然在某度上被算成了两个 什么 宁王小城为啥不在官网上看吗 那当然是因为东东妈偷懒 图件就只更新到了01 但有一说一 虽说这里维斯的怪人数量挺多的 但实力却完全不够看 就算是全局被吹的最强的肌肤 也还是过不了50蓝 啊 不好意思 放错了 是这个50蓝 所以说就算你怪人数量再多 只要不能给出周边卖玩具的 那还是只能怪怪当个打手 你看这肌肤不仅死后尸体被拆了 最后boss的地位还被乔治抢了 这波啊 这波是邪恶的怪人 终究还是输给了假面骑士 啊 分类明确的胜任 胜任战队争理连者的骑士数量 可谓是名列前茅 而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 怪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可怜了 同样根据小城不安全统计 胜任全系列共击24个怪人 而得利于胜任系列其幻数有各自的种类的原因 怪人也大多分类明确 分别是不过如此先生代表的幻想类6个 梅袖子代表的生物类7个 劳务代表的故事类6个 不过你别看这几个数量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里面可是大有来头 首先就是这拉吉尔 因为他是最先下场的原因 所以幻想类分配到的怪人数量最少 而自欧司马则是紧随其后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 这老乌可是最晚下场的 他为啥也只有6个呢 哎 这里小伙伴们先别急啊 虽然故事类怪人少 但咱们别忘了 老乌最后可是有个歧视形态的 不仅如此 这混合种中的卡利布迪斯也可以算作是老乌一伙的 至于这圣人里的其他怪人 天灾和全开者米吉多嘛 那绝对是带于最好的一对 全开者米吉多杀尽了战队骑士联动剧场版 而天灾则是在下个月的界外者中斩获了骑士的皮套 什么 你问这皮套咋看着这么眼熟 那当然又是从风魔的身上拆下来的了 等等我为什么要说诱 4 照顾后辈的好大哥 灵异 加冰就有各个时代的开山之作 可以说在不同的程度上都给后辈带来了不少的印象 一号老爷子开创了敌我童元 改造人等一系列骑士传统 而空我则给加冰骑士来了波大换血 改变了商业模式 至于这灵异嘛 你别看他剧情和前两位比起来不太行 但人给后辈造成的影响还真不比一号空我少 首先最值得一说的就开创了令和骑士出烂作的传统 首先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给每部拉打主角多增加了一个形态 例如闪耀蝗虫 闪耀突击蝗虫 远古龙 元素龙等等 而他在怪人这块码则给后辈省下了不少的经费 在官网上 灵异全系列的怪人皮套共击28个 这里重复的小陈就不说了 咱们重点来说说这几个 这巨型机器人毋庸置疑 绝对就是假面骑士贝罗巴的原型 而另外两个嘛 虽然最新的疾虎里还没出现 但相信小伙伴也都能猜到这两个皮套怪能起到啥作用了 没错 就用来给坤坤和呱呱拉当皮套使用 5 怪人们的最后荣光 石王 终所周知 石王作为平成骑士的收官之作 他打的怪人副本难度可以说是全骑士之最 而这么一个难度副本拉满的石王 他里面登场的怪人数量也是非常的吓人 在东大妈的官网上 怪人系列图件共击36个 里面除了最常见的一类骑士 那些特殊的载具CG机器人 东大妈也算进去了 至于这帮怪人实力到底如何嘛 方拿一类骑士来说 这里面每一个战斗力基本上都在本尊之上 就这么一个难度拉满的副本 也难怪东大妈整了个最强赖大出来了 只不过希望下次 东大妈别再迫害某品红赖大了 6 多多转转回到零点的创期 东大妈官网怪人数量共计39个 如果说前面的小木王副本难度强 是因为怪人太厉害的话 那是创期副本难度大 绝对就是因为一种 半夜敲响了编剧的房门任妇了 光看怪人数量的话 确实能唬住人 但实际上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瞎兵蟹将 碰到主角团既往都逃不过一起死的定律 但这里面却有个一种是个意外 他的怪人形态 后期如果不是编剧考虑到这是一部子共享作品的话 不然估计就好直接把主角团给杀穿了 不过有一说一样 虽然后期一种一家独大的场面不好看 但兜兜转转 回归最终boss是怪人的设定还是有不少亮点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结束 我只要成为一个绝对被破根的男人 吃 Chang izan 猫羽费 词 倭 подоб crack